而救灾抢救的过程当中 为了要来救治这一名最后不治的妇人 原名男救护人员持续急救长达30分钟的时间 最后却因为体力透支还昏倒 他表示很遗憾最后没能够救回妇人的命 而这位死者他就是广德里的领长 当志工已经有长达5年的时间了 这一次也是跟他的老公一起出去玩 但现在老夫妻却天人永隔 同车上其他的李明听到他的死讯也都相当不舍 就在晚间游览车的负责人也到医院慰问 强调一定会负责到底 紧紧将命丸的妇人送进急诊室 医护人员不放弃 持续进行了30分钟CPR压到体力透支昏倒 直接进去几条事 送到里面然后出来就头晕 就没有吃午餐了 然后就对 然后我刚才患者就会吃 救护人员拼了全力 但遗憾没把妇人从死神手中救回来 他做领长的水他就来做个工 他做领长的水他就来做个工 他做领长的水他很开朗嘛 他很开朗嘛 遗憾世事难料领长夫妻一同出游 现在天人有格 开心的环保志工队旅游团 出发第一天就处事 当中39人轻重伤 长辈们送衣食 四肢多处擦伤 头部遭到严重撞击 脸部红肿 不断渗血 回想翻车瞬间真的好恐怖 弄一下人病 怎么看这么近很近都没动 没动就拼一下 就病了 整个人都病 病过去老公 下坡就下车失灵了 没办法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翻了 天气我就忘了 主办这一次出游活动的 广德里里长也受伤 医护人员协助处理伤口 县长林姿妙也现身 要了解伤者状况 晚间游览车负责人 也到医院跟伤者质疑 医院配合啦 医院看怎么处理 我们就怎么处理啦 旅游团游览车翻覆 酿成一死汗室家属不舍要追 是不是真相 就做我们的报道 但是不敢看